23個月大的華裔幼童Jusper Wu 在2021年11月在東灣公初公路上不幸越邦派槍戰被榴彈擊中身亡 據ABC電視台報導 Alameda縣地檢官Permanal Price撤銷了對兩名疑犯的特殊情況謀殺指控 意味著就算他們被判有罪都有資格獲得假釋 不會面臨終身監禁不可假釋的判刑 即使加州恢復死刑他們也無需被處死 被告分別是22歲的Trafik Green和24歲的Ivory Bevan 他們被控謀殺當時和家人一起坐在車內的Jusper Wu 警方表示又同在槍戰中被榴彈射中致死 兩名疑犯被控謀殺和涉及幫派謀殺的指控 社區領袖陳錫鵬表示Jusper Wu的家人反對地檢官的撤銷決定 他指出Wu的家人認為不僅要對家人公平也要維護公義 對此Price則表示兩名疑犯一旦被定罪 他們需要復刑非常長的時間 並表示會繼續要他們為所犯的嚴重指控負上責任 而他們很可能在監獄中度過餘生 被告的代表律師Laurie Munt則表示 控方找錯指控的對象 但他並沒有解釋為什麼相信他的當事人和槍擊事件無關 控罪中包括幫派有關的特別謀殺罪 Munt表示會提出反駁 辨清近來對幫派事件的定義有所修改 因此不可以僅因為被告在某個社區居住 就被視為與幫派有關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